第八集 前天仔细照顾万斯加加林发掘杨贵甲出国 万加林通过无意地检查 得知自己不能再生育 她不甘心地向何医生求证 结果得到同样令人绝望的结果 加林心灰意冷 感到人生在物转机 陈淑英怕女儿伤心 也只好若无其事地安慰她 但陈淑英心中却非常心疼女儿 然而 万加林此刻确认出已有身孕 她心乱如麻 不知该如何是好 可李子明还不知此事 还没心没肺地与其他女同事聊天 陈淑英带着鲍鱼来到宋家见张仪迪 笑谈谈加林无法生育一事 张仪迪对亲家母倒是很客气 还对此事表示很理解 希望陈淑英能够好好安慰加林 经过张仪迪巧舌如簧的说辞 陈淑英以为万加林在宋家很受重视 不由地感激涕零 另一边 宋乔直嫌弃陆阳参加就职典礼的服装 太过于随便 想让助理帮她换一套新的 可陆阳坚决反对 还拒绝参加就职典礼后的宴会 宋乔直只好说道 自己会带着万加林一同出席宴会 如果陆阳也能参加 三人同框 便能打破所有谣言 陆阳听了 这才答应宋乔直的要求 周丽娜让晴天帮忙抱一下万思佳 她也很好奇 不知晴天现在是什么感受 晴天轻轻地抱着婴儿 她坦然回答 虽然做不到对思佳是如季初 但肯定会好好对待她 周丽娜感到很欣慰 她拿出一张纸 上面写满了思佳的生活习惯 丽娜希望晴天能够疼爱思佳 把她当作一个领养的孤儿 说大 丽娜并狠心哭着跑出门 加勒拦住丽娜 希望能框解她的心情 但丽娜毫不领情 在她眼里 加勒只是大团圆的老板 加勒看着丽娜的背影 不由地想起被高利贷催债的情景 前几天刚帮丽娜还了十万 没想到她又进了巨款 加勒不得已对债主做了承诺 如果无法按时还债 就用大团圆做抵押 送乔治回到家 张怡敌忍不住向儿子抱怨 万嘉玲的家人真是厚脸皮 都这个时候了 还好意思找上门来 宋乔治沉默不语 张怡敌则咄咄咄逼人 追问儿子是否会与加勒继续维持婚姻 宋乔治斩钉截铁地告诉母亲 陆阳以后会成为自己的合作伙伴 帮助自己正式进入董事会 所以 自己相近陆阳和万嘉玲之间是清白的 宋乔治不顾母亲的怨言 坚持来万嘉接妻子 万事成对大女婿很是热情 嘱咐嘉玲收拾东西回国家 万嘉玲回到宋家 张怡敌对她一指气时 嘉玲是个孝顺的习妇 从来不敢顶撞国婆 只是谦卑的承诺 自己会努力改正一切缺点 嘉玲费尽心思为婆婆做了迎信根 但张怡敌态度蛮后冷漠 晴天照顾着熟税的私家 万事成派来告诉儿媳 大团圆酒楼马上就要上电视了 晴天也很高兴 这可是个大喜事 第二天 万事成主副所有员工 看见摄像头也千万不要紧张 要把大团圆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 而且 万事成还对大家宣布 在后厨干活底饭前的大男生 向北已经成为正式员工了 可令人意外的是 向北并不愿意 他准备将饭前还清就离开 万事成看得出来 向北不是个一般人 他给嘉乐下了命令 一定要把向北留下来 李正东的夫人方文心安排了下午茶 张怡敌对万嘉玲的着装十分挑剔 嘉玲只能忍气吞声 茶会上 方文心话里有话地询问嘉玲 是否与陆阳关系不错 嘉玲唯唯诺诺地否认 却被方文心毫不留情地拆穿 在方文心眼里 陆阳早就是李家的准女婿 绝不准有任何绯闻 嘉玲感到很尴尬 张怡敌只好在一边陪笑脸 这时 嘉玲忽然瞥见杨慧的身影 他心中起疑 询问张怡敌是否见过杨慧 张怡敌不予回答 仍气愤地指责嘉玲行为 不端电视台来参访大团圆酒楼 问世成效呵呵地介绍压轴菜火焰杂菜包 还极力夸奖晴天的功劳 然而 这一切令外加勒感到有些失落 他觉得自己太没有存在感了 加勒郁闷地走出门 发现手下员工在与周莉娜通电话 加勒不由地担心莉娜 这晚 宋乔治在家接到了杨慧的电话 杨慧的声音充满醉意 他哭哭啼啼地诉说自己对宋乔治的爱意 宋乔治本来不想理会 但在电话中听到有人骚扰杨慧 他便赶紧穿衣服出门 当宋乔治走出去的时候 一直熟睡的万嘉玲悄悄睁开双眼 察觉到丈夫的动静 当杨慧被混混骚扰时 宋乔治及时赶到救了他 此时此刻 万嘉玲来到杨慧家门口 屋内无人开门 嘉玲从保安口中得知 杨慧每天都会回家 万嘉玲一下子够能断定 杨慧根本没有出国 心烦意乱的嘉玲在暗处等待 宋乔治手忙脚乱地扶着烂醉的杨慧回来 嘉玲偷偷看着丈夫与杨慧的亲密姿态 难过地离开了 嘉玲走后 宋乔治冷冷地照顾杨慧 并且直言 鼻子之间根本没有爱 自己是不会离婚的 宋乔治离开杨慧这处 他回到家里 才发现妻子呆呆地坐着 嘉玲询问丈夫的行踪 但宋乔治没有说实话 夫妻两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 第二天 嘉玲直白地告诉丈夫 自己打算去医院看卢阳 宋乔治很是不悦 但无法改变嘉玲的决定 吃早饭时 嘉玲假装无意地提起杨慧出国的事情 张怡迪遮遮掩掩 不愿谈这件事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参加